上红大爷你觉得青春偶像剧要让这些这个女孩子吗 如此的这个热衷 如此的迷恋 甚至愿意相信所有的都是真实的 它有没有什么就是所谓的公式 其实我们那个编导也总结了一个手册 就言情剧的必杀记 我们是不是拿上来让上红大爷和九夜回 平派一下 第一条巨男美女挑战量 这是必须的 演员是他们最主要是追宠的一个对象 所以挑错了人就像架错了狼一样 那个时候大名公词橘子红了 也慢慢把这个周迅捧红了 你最初怎么发现他有这种明星气质 我自己特别喜欢首先看他眼睛 就是有的人的眼睛是会说话的 有的人眼睛是空洞的 就是他跟他自己的性格没关系 我好紧张 为什么你忘笑了 我也忘了 你多心啊 但我有一个问题 那我那个联系剧里边主角是特别帅 或者是特漂亮我能理解 那为什么总是有那种 就像我的这种形象的身材 或者形象的 就是总是那个美女旁边 然后呢老是调侃 就是他 就是挑拨 挑拨 然后呢如果是碰到一个 特别喜欢的爱意的人 我总是别 他特别不好 然后有那种长得丑的人 就是 长得丑 为什么不吵 亲爱的小镇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角色呢 这个嘛就是要陪衬嘛 我很不愿意说拿你当比方来说这个话 但是其实是从那个技法上来讲吧 你要显得一个这个 有一朵红花 一定要要绿叶来衬嘛 对吧 然后显它完美 一定要有人不完美 看看下边这一条 男主角色 酷人见人爱 我觉得其实在每一个少女的心里 他们都会注意那些相对边缘化的男孩 对 但是那种边缘化的男孩 前提是也必须长得帅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是大前提 大前提 然后因为我觉得 其实不管是男孩和女孩都这样 就是我觉得每个男孩心里 都有一个江湖梦 都有一种 就是自己是英雄 自己行下张义 然后自己那种 问鼎天下那种感觉的江湖梦 然后我觉得 那对女孩来说 就女孩都有这么一个梦 就是成为这样男人身边的女人的梦 嗯 后边是什么 对 女主角特别天真 多单亲 然后贫困 你就会调动观众的一种 就是这种扶贫的愿望 扶贫的愿望 上红姐拍的每一出戏 那女主角结尾都特别悲惨 你干嘛老给他们弄悲惨 你不能给我们弄一个水晶鞋的夏天 最后对 又苏醒过来了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并不见得他们就不美 而且你不要像橘子红了的那个秀河 秀河并不等于是 就是说是他的悲惨 对吧 而且呢 即便就是林黛玉也不 我并没有写他的悲惨 林黛玉是选择了去死 而不是说是他被迫去死 这是有截然区别的 而且他最后选择死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戏 他去问了宝玉 你为什么病 他说我是为了妹妹而病的 他非常释然地回来了 他觉得他足够了 我觉得爱是最美丽的 而不在于长短 哇 说得真好 男配角 孤独 但是失心 男二号基本上就是不是留给女主角去爱的 是留给观众们去爱的 所以这样的男性其实最后也会红 男二号呢你知道吗 就是属于就是又条件也好 长得也帅 就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 你觉得他得不到爱你特惋惜 然后是女二号 女二号条件也非常好 命令也特别好 长得也很漂亮 但是他就是人特别坏 对 但是他就是拿不到爱情 就是他想爱的人人家不爱他 他不想爱的人天天追着他 然后他呢就去给人家捣乱 然后他呢就是也去爱那个跟自己非常不平衡 就是不对等的人 然后那个人呢还爱着另外一个就命没有他好的人 所以他就这样子就纠结起来 一般都是这样子三角 然后再加上一个三角 还有一个附加男 那附加男呢对吧 就是也是爱着这个女孩 但是呢就是这个女孩呢永远眼睛不看他 看这边 说我条件都很好 你为什么不看我 就是被看的人呢永远是残缺的 就是不是特别完美的 就一定要制造他们的感情上的不完美和命运上的不完美 突然间觉得好可怕 你看我们在看各种言情剧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受着各种各样的牵引和控制 医院车祸癌症 哎呀 对呀 对呀 你那里边有什么 从血仪开始啊 从血仪对 那就特别修心 从卖的血仪 对 就一直到现在还在用这种套路 这个就基本上是这几个必杀计 其实我发现从古至今啊 就自从友言情剧开始 无论这剧情怎么变化啊 无论这男女主角就有多么的不一样 但其实就套着几条必杀计 那为什么这个每一轮都能中这招呢 对 这秘籍其实大家很多人的 就是这是从生活中来的了 就要我觉得 其实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宝玉要是不叛逆的话 哪有那么多女孩子喜欢她 然后她愁了半天还是因为血缘问题 说这一妹妹 这离妹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 到底能跟她结婚还是不能跟她结婚 这也是一个你要反过来讲 其实它也是一个言情剧 而且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的时候 确实是言情剧 对 你想着看什么 没有 基本上 英雄儿女 英雄儿女 战火中的青春 草原上小姐妹 全是这种样的东西 对